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脚线 什么样才贴的 像这样子贴的不是十分理想 来看一下 这个是有一个工人腐计 这是我手下人家里面做的 这个贴的不懂 这个不明是有道理 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呢 我跟大家分享三点 第一点就是这里面肯定是有姜 它没有刮干净了 就会有这个缝在这里 第二点呢 这个都是有切割的 切割以后它那个编没有 锯纸你会顶住 这是切的 这个缝不够腻 你看这个都不这个方法 这样这些人那就很好 这是一个 这个应该是有姜在里面 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是它的方法 对啊 看一下下面的 它是用这个胶纸来粘住的 胶纸是没有多大力的 它一般都拉不紧 我们正确的做法就是把这个 这一面给贴好了之后 以后把这个水泥全部用布擦干净 让它干了之后 我们贴这个实线的时候就打个502 因为502的胶水 它是水来的 它不是浆的 它不会顶住这里 所以说我们就贴了 就可以粘得比较紧密一点 这样就不错了 而且我们做事的时候呢 也会比较快一点 关于贴这个实线的小技巧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谢谢各位观看 对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